历史的教训 古罗马的三次大瘟疫 尼路迫害基督徒 公元64年 尼路为扩建皇宫 火烧罗马城 把皇宫和阻碍皇宫扩建的 难以拆迁的居民房都烧掉了 然后嫁祸于基督徒 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 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 大批基督徒被杀 被投入斗兽场 在罗马人的呼喊声中 被猛兽撕裂 尼路还命令把基督徒与甘草捆在一起 捆绑在花园中 作为夜间游园会的火炬 听信谎言 参与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人 很快遭到了报应 第二年爆发瘟疫 有三年后 罗马城暴动 尼路在逃亡中自杀 既然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尼路迫害基督徒的暴政 不相信迫害政教 政信会给国家 给人民 给自己招来灾祸 更不相信上天的警告 因此基督教一直被定为非法 那场食松食锦的迫害持续了近三百年 安东尼文艺 公元161年 奥勒留安东尼成为罗马的皇帝 他在委期间要在全国铲除基督教徒 并下令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 利用全国人告密 政府用种种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 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 被猛兽撕碎 还让人观摩 取乐 公元166年 一场大瘟疫降临了 史称安东尼文艺 这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就永远和瘟疫绑在了一起 当时的罗马人民听信谎言 追随迫害 得到了一时之乐 可是随后的安东尼文艺肆虐十六年 史书上的记载 触目惊心 因尸体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 尸体重叠着尸体 在角落里 街道上 庭院的门廊里 以及腐烂 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以及数千万人的生命 就断送在迫害政教的安东尼手中 安东尼本人与他的副手维鲁斯 和许多追随他们迫害基督徒的人们 同样丧命于瘟疫 德修斯的迫害与大瘟疫 公元249年 德修斯即位 为转移危机 他发起对基督徒的空前迫害 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 人人都必须去祭拜罗马的神像和罗马帝王像 没有得到官方的祭拜证明的人就会被处死 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不承认也不能祭拜别的神 大批基督徒为了信仰 坚真不屈 被处死 次年 瘟疫降临 德修斯即位两年即战死 而瘟疫猖獗了近20年 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 在高峰期 罗马城每天死5000人 270年 继任的克劳迪二世 也被瘟疫吞噬 大瘟疫中 信仰多神的古罗马人 虔诚地向他们崇拜的太阳神等诸神祈祷 但无论怎么都无济于事 他们把患病的亲人拖到门外 或者抛尸街头 唯恐被传染 而被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们 却走在街上 照顾治疗病人 向他们传播福音 做祷告 或者帮助埋尸 为死者做一个相对体面的入葬仪式 为什么基督徒们无惧瘟疫 因为他们知道 瘟疫与他们无关 他们的正信在保护他们 而民众是谎言的受害者 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基督徒们相信 自己的善行能够击破谎言 自己所传播的福音 能够拯救谎言受害者的灵魂 古罗马人震撼于基督徒们至善的神性 同时也震撼于事实 如果基督徒也像他们一样 在瘟疫面前大量死亡 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古罗马人会继续嘲弄 这群人的迷信 愚昧的 所以 这段历史背后的真相 就是瘟疫面前基督徒的神奇的死亡率低 那时的圣徒真的能使瘟疫远离 从那时起 大量的古罗马人 开始信奉基督教 戴克利先即位后 开始对基督徒还算宽容 但是 在303年后 在其副手 也就是女婿 加利留斯的蛊惑下 疯狂地迫害基督徒 他们拆进了基督徒的教堂 大肆焚毁基督教的经卷书籍 没收财产 在军队和政府中清除基督徒 甚至囚禁 折磨 不放弃信仰 就处死 但是 此时 正信已经深入人心 包括戴克利先的妻子和一些侍从 都是基督徒 政府的谎言和强权不得人心 迫害多被暗中递制 两年后 戴克利先因健康问题退位 即位的加利留斯把迫害推向高潮 但是 加利留斯不久就得了怪病 史学家记载 加利留斯遭受的病痛残酷地折磨 正如他的残酷痛治一样 311年 加利留斯被惨烈的病痛 折磨了一年之后 终于醒悟 他呼喊着上帝 真心忏悔了 他在病床上发布诏书 在他的东罗马辖区内 取消了对基督徒的禁令 停止了对基督徒的所有迫害 并皈依了基督教 几天后 加利留斯如释重负 轻松离世 两年之后 313年 笃信基督教的军事坦丁和里希尼一起颁布了米兰赤令 给基督教平反 但这只是个人的功德和辉煌 无法抵偿古罗马帝国三百年来迫害基督教的罪恶 军事坦丁大帝之后 庞大的罗马帝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分裂和灭亡之路 古罗马政府持续迫害信仰 迫害修行者 得到了什么? 三次大瘟疫 先后约六千万人死亡 而基督徒面临死亡 还为无知的失败者祈祷 他们在艰难中崛起 走向世人普遍敬神 信神的一个全盛时期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古罗马帝国的三次大瘟疫是因为迫害基督徒而起 现今的中国及世界的大瘟疫又因何而来呢? 那就是因中共而起 1999年 江泽民处于小人妒忌 与中共相互利用 迫害法轮功 至今已22年 犯下灭佛的逆天大罪 法轮功 也称法轮大法 是一种古老的佛家修炼大法 要求学炼者 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行事 与人为善 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 处处替别人着想 既能趋病健身 又能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 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法轮功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修炼者过亿 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爱戴 唯有在中国遭到残酷迫害 中共篡政70多年来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冤案、假案、血案 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 特别是疯狂迫害 杀戮法轮功学员 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 编造出各种谎言 抹黑法轮功 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 嫁祸法轮功 裹挟全国民众 参与迫害 中共恶贯满盈 必遭天城 中共不亡 瘟疫不去 古今中外 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高人 都预言到了中共灭亡时会有大瘟疫降临 非常多的人为中共陪葬 瘟疫既然是针对中共来的 在中共灭亡之前 中国人必须率先做出正确的选择 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 因为当您加入这些组织时 曾经发誓要为党奋斗一生 牺牲生命 当上天降下大瘟疫等天灾 来清算中共罪恶的时候 您的誓言就会兑现 唯一能自救的办法 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同时 请记住 并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神好 神佛就会护佑你 得到平安 福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